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机长 各位知道 机长如果是长城的 有时候机长不见得 他会有两个人轮班 那有一个可以休息嘛 那休息的时候机长也是要吃饭的啊 不然你航程十几个小时 那么这个怎么办是吧 所以机长呢 他要吃饭 他就去商务舱按那个服务灵 然后 空服员就来了 然后好像对于机长跟他 不知道当众有什么纠纷啊 总之就不太开心 有在厨房里面抱怨 然后机长听了就很生气 就到了厨房那边 当着三个乘客的面 然后就讲了一些话 那么这个话呢 让这个空服员觉得很受辱 所以就对他提高公然五路 好 那 就这个案例来讲 公然五路是我们常见的职场伤害 就是老板啊 他有时候就很凶啊 会骂我们一些字眼 那有一些字眼是不能乱骂的 那当然这个部分是我们职场上的一种 很常见的心灵受创的伤害 那这种如果是同事集体的话 就是霸凌 不过 我常讲显而易见的这种 叫做明枪易躲 暗箭难防 什么叫做暗箭 其实有时候在职场上比较麻烦的事情 不见得是我提到的说什么 骂你什么动物啊 或者骂你什么三字经 那个都还好处理 用录音嘛 录音之后 那就再来处理就好 有些人会说 这个录音怎么做 录音没有怎么做啊 录音其实我跟你讲 那些老板 那些主管或那些同事 口德不休 不会只有一次 基本上情绪控制不住 第一次被他骂 可能我们来不及 第二次 比如说 当那个人走过来 或是他有事找我们 要骂我们 什么公事上办不好 那个时候 其实 手机都有录音功能嘛 把它打开就好了 那很容易就可以录到 那么这样的一种 贬损人性尊严的这种行为 我们称之为叫公男五路嘛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提告啦 那只是说这个提告有时候或许会伤害一些同事之间的感情 不过如果他是这样的人 可能其他同事也忍他很久了 那么这么做我想其实不见得同事就会不支持你 这个部分是我们提到说像公男五路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一周发生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一样是空服员喔 然后他呃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乘客 那么他认为他自己没有办法上厕所 那没有办法上厕所的原因 当然是他认为他自己过胖 那这位空服员也把他的身形拍得下来 那确实 其实我常讲喔 各位不要老是觉得说什么胖不好看 或是什么不好看 任何事情过量都不好 那胖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健康的议题之外 其实胖跟瘦那都是外观而已 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容易易胖 不需要去批评人家说 啊那胖就是不好啊 胖就是宅 我们要追求瘦 这个都不是健康的态度 但是呢 基本上来说 这个人呢 从照片上来看是身形是真的很大啦 那是不是不能上洗手间不知道 但是总之 他这个要求空服员帮他裤子脱下来 帮他擦屁股 让这个空服员身心受创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工会当然有表示意见说 希望能够改善这个情况 那么事实上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航空公司有一种叫黑名单政策 那这黑名单政策就是比方说 你曾经在这个航班 就是这家航空公司航班上 做了什么不适当的事 或是曾经伤害过他们的空服员 或是曾经攻击过机师 或是有什么不良的行为 在飞机上在机场里 这个时候呢 航空公司可能就会把你的名单 设黑名单它有权利拒在 因为空中安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因为一个乘客影响到 整个非常安全的话 那航空公司是有权利列黑名单 那这黑名单有的是十年 有的是五年 有的是终身 要看你触犯的情节的程度啦 那么这个部分呢 呃工会比较质疑的一件事是 为什么这个人他不是只有这一次这样 那我们却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隆忍这个人继续搭乘飞机哦 那这部分航空公司有表示啦 他以后应该会拒载 但是有一些行为也不是其他人传的这个样子 好回过头来看这个主题哦 假设在这个所谓的职场上 面临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部分当然有分成所谓的 呃对外跟对内 对内当然就是主管或同事 或甚至老板 他要求我们做分内以外的工作 跟性有关的 其实很有可能会涉犯一个东西叫做 利用权势性交罪 或利用权势猥亵 什么意思哦 他那个不像是强制性交 或强制猥亵 他比较算是说 因为我是你的老板 我说如果今天你不跟我怎么样 那我可能就把你年终奖金取消掉 我可能会把你减薪 我可能会把你调职 用这种方式让被害人心生恐惧 这个就是利用权势来性交或猥亵 那这个部分是 一个一个一个 我觉得可以去思考的面向 那当然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 如果非我们分内做的工作 这是分外的工作 要不要去做 其实一般来讲看交情 或者是一般来说就是看回馈 比如说换班的事情 这并不是我们分内一定要答应人家换班 但如果人家拜托我们换班 以后我们可能有 有换班的可能 要跟对方交换 那这次就答应他 在自己没事的情况之下 这个都还OK 只要不要像我刚刚所说的那种 涉及到性方面的事 涉及到金钱方面的事 这部分其实还好 对外的部分就比较麻烦了 那么对内我刚提到过 我们的呃员工的职权就这些嘛 反正分外的我不需要做 要我做 那其实就是我们讲会有一些报酬 或者会有一些规矩 对外的部分 像这一次的空服员事件 如果对方真的要求我们 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怎么办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拒绝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哦 以客为尊 这四个字 事实上是过去 呃对于所谓的服务业过于高度的期待 以客为尊 这四个字要看情况 因为客人当然是服务业的衣食父母 可是如果客人要求一些 所谓的分外的事情 或是其实不符合我们职业规范的事情 该拒绝就是要拒绝 那像以今天这个案子来看 其实这个客人他很明显的要求 空服员做以外的东西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空服员能不能告他所谓的性骚扰 能不能告他强制猥胁 当然法律上还有一点距离啦 可是就这个部分来说 呃其实航空公司应该 在工作守则里面 明定有哪些事情员工可以做 有哪些是员工不需要协助 那这个部分其实甚至可以授权机长 因为机长在飞行当中 他有所谓的权利 可以去要求乘客要遵守某些规矩 那这些部分甚至可以用强制力去排除 所以这个部分呃其实对外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分寸 如果有一些客户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那这些所谓的制度性预防措施 应该是航空公司在他的 不管是乘客守则 或者是员工守则里面 都要明文去规定 那但是哦 平良心讲 这个部分要告性骚扰 或是要告强制猥褻 或利用权势猥褻 这部分可能在法律上还会有一点距离 更何况这个人据说不是台湾人 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其实在呃处理上面难度可能会更高 那这一题就提供听有没有做参考 好那第一阶段的节目就到这边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来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哦 那么我们刚刚谈了 第一个让我们疼痛的话题叫做 职业伤害哦 职业伤害其实很多啦 刚提到的公然侮辱啊 或者是伤害啊 性骚扰啊 那乃至于其他的我们讲说 这是比较属于违法的 其他违反刑法的 其他还有违反劳基法的 比如说超时工作啦 或是说所谓的这种排挤啊 或是所谓的霸凌啊 这些问题其实都会是一种职业伤害 那职业伤害类别其实相当多 有空我们再来讨论 但这是我们刚刚借由空服员的这个话题来提到的 第一种的职业伤害哦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公然侮辱的一个问题 这星期同样有一个公然侮辱的问题哦 我们都知道哦 其实这个公然侮辱是属于 我们在刑法上有罪脏 那么罪脏这个东西 罪脏这个东西就是罪犯罪的罪脏 脏结的脏 那罪脏底下会有不同的类型 那有一个罪脏叫做 妨害名誉 这个妨害名誉底下有不同的类型 这以前我们都讲过了哦 最常见的类型是什么 比如说诽谤 加重诽谤这是一种 第二种公然侮辱 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嘛 诽谤跟公然侮辱的差别在哪里 公然侮辱就是直接用话去讲人家说 你是什么动物啦 或是最常见都是猪嘛 猪其实蛮可爱的 但是大家听了就不舒服 什么 你骂人家是什么样的什么狗啊猪啊 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有趣的 也不讲有趣啦 就一个误会啦 在那个管委会 管委会不是要投票吗 然后投票的时候 然后就 就有一个人就对另外一个人讲说 他用闽南话讲 他说你投啊 叫他投票 那闽南话他怎么讲呢 他就说 你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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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投 你投 投 投票 投嘛 你投啊 那他就讲话比较激动 然后对方就很生气把他录音录下来 他告他 公然侮辱 为什么 他说他骂我是猴子 然后说 检察官说 为什么是猴子 他说你搞啊 猴子台语叫做搞嘛 那投票说你投嘛 那 投跟搞 听起来有点类似 那他听错了 他就说他在骂他猴子 那我心想其实猴子讲他猴子 没有 每个人感受不同啦 猴子也蛮可爱的 但基本上 他就后来就去告 告了之后呢 检察官把他起诉 起诉之后他就喊冤 他说不是啊我是叫他投票啊 所以后来 法官为了这件事 录音带反复 就是那个录音光碟反复听 终于听出来他是讲投票 你看 这个事情 就涉及到公然侮辱 那 另外一个呢 我们讲诽谤 就是 散布别人的私事 或者是捏造别人的私事 比如说 我去讲说 某某人他有前科 那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他的私事嘛 那第一种情况是是假的 假的可能就会涉嫌到 我们刚刚讲的诽谤 那如果真的呢 这个法条上哦 当然有一个条文就是 除罪化的条文说 如果能够证明跟公益有关 或是证明他这个 呃 是所谓的这个实在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不罚 但大致上来说有些人啊 他如果不是公众人物 他是一个光谱啦 越是小人物 其实他的私密被保护的就要越周延 越是公众人物 他跟公益有关 他的这个 呃 所谓的 私人的隐私被保护的程度就比较低 哦 这是我们一个光谱 这个光谱就是意思是说 他有从黑到白的一个过程 他当中会有灰色地带 他不是对错二元化 所以 当我们去告别人诽谤的时候说 这个话你不该说 这个最常见是什么 就男女朋友分手啊 男女朋友分手哦 女生就在比如说脸书 或是在某些地方上就开始写说 那个男的啊 怎么劈腿啊 怎么招啊 这种写一堆 那这种通常就有可能会设犯到 加重 呃 设状到加重诽谤 如果到处去讲可能涉及诽谤 那这时候那个女的可能就喊冤 她说 我讲的都是事实啊 好 第一个是不是事实 这个事情要调查 第二个纵然是事实 那么 你为什么要讲 你有没有诋毁他名誉的意思 那这个跟公益有关系吗 他有没有 所谓的劈腿 他有没有所谓的做坏事 这个事情跟大家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讲 那 这个部分都是法律上在认定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 就这个部分 诽谤 加重诽谤 呃 公然侮辱 那这些都是 好 那这礼拜有一个什么新闻 这星期的新闻有些人看不懂 就是文化部长在出席参会的时候 被一个这个呃 艺人哦 就是打了一巴掌 那么 这打这一巴掌呢 有没有伤 有没有验伤 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案子有人认为可能涉犯公然侮辱 为什么 你说 为什么打人会涉嫌公然侮辱呢 这个逻辑 凑不起来啊 其实不会哦 因为打人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今天我们是去这个殴打对方 那或拉扯 这个有时候是有伤的时候 当然我们讲是伤害这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打耳光可能涉嫌公然侮辱 我举一个例子给听众朋友听哦 就像是说 如果我们在公开场合对一个人泼水 就拿起水就往人家身上泼 然后呢 顺便吐了一口口水 这个时候对于被泼水的人来说 他可能觉得受乱 也就是说呢 泼这个水啊 可能对对方而言 不会造成肉体上的伤害 顶多头发湿掉衣服湿掉 是不是 但是对于所谓的这个泼水的人也 他在做什么 他的内心在想什么 他的内心比较类似的是 我要侮辱你 我要让你难看 我倒不是要伤害你 所以拿回来我们刚刚提的这个场合里面 在这个场合里面 文化部长在公开场合禁酒 那这个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要做什么 他内心在想什么 一般而言我们在判断就是说 他希望让这个部长难看 他可能有一些动机 有一些想法 他希望让部长难看 所以他故意用打耳光的方式 让他难看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每个人 小时候或多或少都自己亲身经历 或是听过 不见得 有的人可能这辈子没被打过耳光了 但被打过的人大概都知道 被打耳光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要处理的 并不是所谓要伤害你 而是让你感到羞辱 因为打耳光而言 对一般人 我们讲叫打脸 打脸就是我要让你难看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会是公然侮辱 原因就在于说 当他在打脸的这一刹那 他的犯罪行为动机 比较类似这个 但他跟伤害比较起来 其实伤害罪是比较重的 公然侮辱罪是比较轻的 但是呢 这种所谓的伤害罪啊 一般而言我们都需要有验伤单 那就他的行为而言 看起来也不像是要让对方受伤 否则他可能就拳打脚踢拉头发了 他只是打一巴掌 所以这部分未来 假设部长有提告 假设啦 他可能会涉及到 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公然侮辱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就像是 骂人家动物 骂人家三子巾 那个大概就是类似 就是要贬损对方名誉啊 让对方难看 另外一个呢 他有可能会涉及到 妨害公务 这一点我就要跟听众朋友讲了 有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个开车的时候 遇到零检 那你遇到零检的时候 警方把你攔下来 大部分警察都很客气啦 因为其实他们也是奉命行事嘛 也是在执行公务 维护社会治安 他把你攔下来的时候 有些 比较不理性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 你干嘛攔我 我长得像凶神恶煞 这时候可能就拒绝接受零检 那拒绝接受零检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跟警方口角 那这个口角呢 如果涉及到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骂警察 用三字经 用动物来骂人 或是说呢 甚至有拉扯 或是有暴力行为 这时候涉嫌的 就不见得只是 所谓的伤害 或者公然侮辱 他可能会加一条 叫做妨害公务 也就是说 警方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那我们对他有所谓的 强暴胁迫这样的行为 好 那回过头来看 呃 部长到底那一天 在参加 资深艺人晚会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做公务 还是这是他的私人行程 就会有差 因为一个公务员 比方说警察 好了 或者是 这个任何我们市政府啊 这个行政院啊 等等的公务员 下班的他也是民众嘛 那这个民众 如果他先去逛夜市 那被人家骂 总不能说 这个也是妨害公务嘛 所以 必须要看 他是不是在执行公务 他如果在执行公务 那可能这位民众 就是这位艺人 就会多一条 所谓的妨害公务罪 那这妨害公务罪 就不是 所谓的这个 部长可以自己说 啊我原谅他 我不要处理就好 这个部分 还是要由检察官来 侦办啦 那这部分 就不是告诉乃论的问题了 所以 其实 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啦 呃 有的时候 我们讲说 情绪上有些过不去 是过不去 但是 不要动手动脚 也不要就是 轻易或从口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 呃 尤其是在公务员 执行公务的时候 如果对于公务员 有这样强暴协迫的行为 有可能 就会涉嫌妨害公务 或者伤害 或者公然侮辱的问题 那这一点就提供 听众朋友做参考 好啦 最后本来我要讲车祸 但是时间的关系 大概来不及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开始接听我们 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李先生 李先生久等了 请说 李律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住家旁边 有个赌场的话 那对啊 他们那个 就是一群赌棍 然后他有时候 有些赌徒 那个赌徒 然后跑出来 就 脸色都很臭啊 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处理 比较好 因为他说 他们跟附近的警察都很熟 你是住哪边呢 在台南的乡下 台南 台南乡下 所以您是从台南打来的 没有 我现在到北部出差 好 我跟你讲 基本上这种事情是这样 打110 绝对有用 你去找分局 或者是派出所 是的 用处不一定大 是的 因为毕竟 其实公务员嘛 我不好说啦 我只是跟你说 我们都知道有些潜规则嘛 如果一般而言 你打110 报案 然后告诉他大概是哪一间 应该 这个部分很快就会解决 但是他们管区都是他朋友啊 他不会找管区 你特别跟110说 你说 你觉得这个事情你反映过很多次了 是是是 那么派出所跟分局都不处理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 调派其他的人来 那这个事你会追踪 所以请110的同仁们帮忙 是是是 你特别交代的话 他们是会处理的 我知道 要往上承报嘛 是的 因为这个部分有的时候 呃 有一些少数的人 可能会包庇赌场 是是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刚搬过去我不曉得 所以你要往上承报 ok 我知道 好不好 另外可不可以多一位问题 那没关系继续 来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一台机车 送给那个机车行去修理 然后他跟你说 你机车不见了 然后他就不负责 那这样怎么办 不行啊告他 告他 对啊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罪啊 怎么会有罪 是是 你就告他要求他返还机车 哦是 如果不能返还 就以价格 扣掉折旧还给你 对啊 对啊 我知道了 那我大概了解 这个没有犯罪啦 因为基本上就是 你寄放个东西在我这里 我把你弄丢了嘛 不好意思 那就赔钱嘛 因为他说 市政府修马路 把他搞丢了 但是我车是交给你啊 我又不是交给市政府 你说我又不是交给市政府 你要处理啊 你要保管好啊 了解了解 好 谢谢你 辛苦你了 拜拜 好的我们邀请下一位孙先生 孙先生你好 喂你好 孙先生请说 李律师你好 我就是发生一个车祸 然后 我们有去做那个协议 就是对方每个月要偿还我五千块 然后 他还到一半人就不见了 然后我就去强制执行吧 然后 之后就申请了那个 戴权凭证 然后 但去查他名下没有财产 然后也没有保劳保 那这时候我就 他就 他就人就不见了 那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有没有告他过失伤害啊 我人没事都只有财损 人没事只有财损 那就比较麻烦 因为如果你没有行事的话 一般他们确实比较不怕 是 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先拿债权凭证吧 他都没有工作 没有劳健保 呃 他没有劳健保 但是我知道他有工作 因为他是开工作的车 就是跟我插撞这样子 哦 那 你告他公司 告他公司 对 因为这个叫做侵权行为 连带损害赔偿 但是我 我现在有办法说 因为这个 这个已经 进调节 然后他们公司也觉得 是他个人行为 就是 什么没有个人行为的问题啊 他如果是在上班时间 或是开着公司的车 基本上我们就会认定 这个部分 公司就是要连带负责啊 他是下班时间啦 就是他 他不是上班时间 反正他开公司车 就是跟我插撞这样子 是啦 但是基本上其实在民事 还是可以主张说 要求公司要连带负责 因为他毕竟开的是公司车 下班时间 那是他说的嘛 下班时间 你公司的车 为什么要借他 那因为 因为这个现在 现在这个金额 就是很少 那我觉得我说 我怕我告 的话 会不会就是 我等于 就是花的肯定 那你能做的事情 就是等了 就是等了 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跟你讲啦 有些事是这样 如果你要 其实告没有那么大成本 你住哪里啊 你那个车子 那车子在哪里翻车 或对方这住哪里 在新北市 所以我要去新北市 地方法院去 我跟你讲 其实你到 那个应该 龟山重检疫庭馆 坐到菜寮站就好 其实捷运也蛮方便的 我跟你讲 你就去 去呢 其实写书状很简单 你就是写一下说 当时这个某某某告公司 开公司车啊 那公司要付连带赔偿 你就跟法院提告 然后交个一千块 或五百块 这个诉讼费要查一下 看你请求多少 是是是 法院就安排调解 对 那个一般公司都会处理 就是直接对他公司 其实没有那么 没有告人 或者被告 没有那么可怕 尤其这种金额不大 公司一般就会想说 好啦 多少 你就跟他讲一句话说 你跟我讲他下班 我也是可以接受 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没事有谁下班 公司会借车给他 你是不合理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 直接就是施许一下跟他公司说 也可以 你就跟他公司讲 只是说有个调解 呃 法院的调解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你可以写调解笔录 ok 好不好 啊那个只是花一点时间 就请你一个早上的假而已啊 倒还好 是 好不好 啊那个数状可以在网路下载 ok 好 所以就是啊你写完以后 就寄过去 然后缴个费 其实就花一个早上请个假 去调解一下事情就解决了 哦 那个金额不大 所以我要去土城还是去菜寮那一个 欸基本上你到 你到菜寮那一个好了 因为土城那个 因为你是说小儿嘛 小儿一般就在三重检疫庭 ok 偶尔会到板桥民生路 但大部分都在三重检疫庭 好 好 辛苦了 拜拜 来我们要求下一位 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久等了请说 我想请教一下 嗯 嗯 在十几年前 哦 就我一个那个 朋友 然后我帮他保了一个人寿保险 哦 蛮少 就是主要是医疗啦 那然后那时候就是男女朋友嘛 嗯 嗯 那他没有钱 那我就说他说他都没有医疗 那我保一个 嗯 你是要保人啊 欸我是 要保人是 是他吧 是他吧 哦 他是要保人 然后我是 我是付钱的 我是 你是没有权利的那个 我是受益人 你是受益人哦 哦 然后呢 然后我帮他缴了十几年了 那现在他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 然后他现在就是把那个保单就直接把我给转过去哦 哦 就说他他这样走过去就变成他的 嗯 因为我没有没有权益嘛 嗯 然后现在我是想跟他索求说 我帮你缴了这十几年 是你要把钱给我 为什么 因为当初我说他没有钱我先帮他保嘛 那谁说的 当初是你爱我你送我的 我没有送给他 不是啊 我一定会这样讲啊 你听不懂我意思吗 你来告这个人的时候我要是他的律师啦 嗯 或是我要是他啦 我一定会说 没有耶 当时是因为你爱我你要帮我缴的 我们是男女朋友啊 你送我的啊 你答应帮我缴的 你说没有啊我是先帮你垫的啊 那我就说哦 好啊 对极有利者虚负举证责任 来你举证一下 那我那个扣款都是扣在我的账帐 谢谢你啊 就是这样 对啊 谢谢你 那是没责吗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有一种说法叫认赔杀出啦 你你现在去告他这个事 我问你嘛 你没有证据嘛 你怎么证明是当时他请你带店 你懂我意思吗 到了法院去什么东西都讲证据 你现在你要跟他主张说 我主张十几年前我帮你买这保单 那因为他的保单得到我这里 对 那没有错嘛 你送他的你们是男女朋友 你们现在分手了就分手了嘛 你要怎么去讲这件事 这是我觉得比较困扰的地方啦 因为他一定会说你送他呢 反过头来跟你讲我是邀保的 你给我扣留保单 请你还我 不然我告诉你亲赞 我不可能会 这样也讲不通什么亲赞他 你讲不通 你亲赞我的保单 受益人写你喔 那是因为当时我们是男女朋友 现在不是了 不然的话你当邀保人啊 你为什么不当邀保人 因为他 他说他都没有保障啊 是嘛 那我有啊 我本身就有保险啊 邀保人可以决定受益人的变更啊 是不是 所以 知道啦 就是这样 不是不帮你啦 是你缺乏 你说你当时帮他店款的证据 你就不会过了 好不好 好 谢谢 就任裴杀出啦 辛苦了 拜拜 感情很多时候也是要任裴杀出的 来 我们请下一位 梁小姐 梁小姐妳好 律师您好 请说 我也是感情儿室 你也要认裴杀出了吗 我不是 我有一个危险的状况 什么危险的状况 是 我想要请教 就是说 我之前有一段很短的感情 然后 结束的状况是因为他伤害我 那现在已经进入一个 公诉的司法状态 为什么 他伤害你什么 他打你吗 这个不好说 但是他 对对对 总之有一个刑事案件 然后呢 对总之有一个刑事案件 然后 因为我已经成年了嘛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我不能让传统的父母已经知道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女儿怎么会去告人呢 造成人家的困扰这样子 对 然后呢 可是我现在就是非常的害怕 害怕什么 他出现在我身边 你们有同居过吗 他可能会知道我的地址 是因为 那你要不要申请保护令看看 可是申请保护令 他 他会让 家里的人知道 哎呀 这个很简单嘛 你 一般他们都寄到户籍地去 对对对 你就把你的户籍地改掉 改掉 比如说你就跟一个朋友说 借一下户籍地 你签一下户籍吗 那怎么办 然后呢 或者你跟法院主张 就是 不过这有风险 就是你写一个户籍地 还是留在你原来家里 但是 你在那个上面写一个指定送答处 您的意思是说 我申请保护令 但是我设定一个指定送答处 对 就是我的指定送答处 是某某地方这样子 然后请那个人帮你收 你只可以指定送答 那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 我要讲有时候 好 有时候地检署 或者地方法院 书记官 如果漏掉 他还是会优先记户籍 你就会 因为之前就这样啊 是啊 所以我就说 我只能跟你讲 你可以这么做 原则上都会送到送答地 但有可能不小心 就是书记官万一不小心 然后刚好在送的时候 打一下磕瘦 送错了就完蛋了 毕竟他们就是在做行政 案件多啦 对对对 有时候漏掉这样 因为一般都是送户籍啊 他怕送答不到啊 因为我之前问过警察先生 他是跟我说 说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保护令 嗯 的话 他一定会跟户籍的人 呃告知 那也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不会不会我刚讲了 原则上记户籍地 但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的户籍地 比如户籍在台南 嗯 但我的呃 限居地在桃园 嗯嗯 那我可能就要求寄到桃园来啊 因为你寄到台南 我一辈子也收不到啊 我只有户籍在那边而已啊 那请问一下您刚刚所说的 寄是寄什么东西呢 呃 法院通知文书啊 还有保护令 然后通知文书等等都会寄到那边 哦 哦 那保护令的话 他就会保护我 我所设定的一个地址的范围吗 不一定哦 这保护令听起来 嗯 我跟你講那有点复杂了 一般保护令的基本款是禁止骚扰 第二款叫禁止为不法行为 第三个命当事人做处于计划 这三种是最常见的 你第四种 你刚刚讲的已经是比较高规格的 这个算中规格啦 还有更高规格 嗯嗯 中规格的保护令是命哦 这个相对人远离申请人 比如说住居所100公尺200公尺 那种其实要有相当的难度 那个你必须要跟法官说明 为什么 嗯我懂我懂 哦啊这个 当然你就要跟 我不必去 对 那你当然就要跟法官讲住址啊 总不能说 总之我人在哪里 他就不能靠近哪里 这个就比较怪了 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 比如说我的工作场所 或是我的住家 这样子 住址在哪 这样要讲清楚 嗯 那这个也比较不容易申请啦 好 我再 再思考看看 谢谢 好辛苦了 拜拜 好的 那我们实际的关心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接听call in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哦 那我们剩下大概7分钟左右 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电话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我们邀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李医生你好 请说 我有一个车祸问题 请说 就是我车祸 车祸有做调节 嗯 啊调节我赔了40多万 嗯 然后呢 啊那个 我 售后的第二天 我有去申请那个 我们那个 汽车强制险 是 那个汽车强制险 赔给他 可是我 是用我的车子去申请的耶 是啊是啊 然后呢就是 帮你赔钱赔给他 懂我意思吗 等于说 假设 这个人当然是他帮你的车保险嘛 哦 那保了险以后 今天呢 这个被害人 哦 基本上他有多少收据 他就可以跟这个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 是 那就是 从他那边领钱啊 就这样子啊 对 刚刚是我 我这个理 我这个赔偿金 嗯 包括医药费全部都 都在这个40多万里面 嗯 这个保险是不是 还是归此于他吗 我还是 不是吧 你今天他有收据嘛 然后有所谓的这些 验商单收据 然后一些 发票 他就是跟你的那个保险公司去 请你一笔钱领过来啊 对对对 对啊这样就好了啊 那你的意思是 保险是谁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出险啊 你出险了 你出险了 我出险的 对对对 对啊就这样子啊 就我有 我赔他 赔他的钱 是不是包括这个保险费 不一定 你要看你们怎么约 有人是约说 我懂你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跟他约好 假设我同意赔他40万 这40万有没有包含 所谓的强制险 那个你们自己讲 你懂我意思吗 通常 通常 他在和解的契约里面 会写说本金额不含强制险 或本金额含强制险 这个都会写 那如果你没写 没写的话呢 没写问题就大了 因为这样就变各说各话 那一般而言 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能是对的 那就要看你们当时的协商怎么判断 这我就不好说了 因为 一般而言 假设我是你的律师 我一定会在上面写清楚的啊 那如果当时你没有律师 那要看调节委员也会提醒你们啊 如果调节委员没提醒 你们也没律师 然后两个就装傻混过去了 这个东西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东西可能要到法院去 让法官釐清 最后很有可能 如果用和解的方式 你要再付一次我跟你讲 付什么付一次 就是 强制选给付的部分 法官可能说 好啦你们两边都不要吵啦 你就退让一步 你就退让一步 你在比方强制选可以申请八万块 来 这位先生你再给他四万 那这事解决掉 有可能是这样 你了解我意思吗 哦 他 跟保险公司申请的这些 单距离额外的话 还要给四万块这样 没有啦我是举例啦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会用和解方式 因为你们当时两边都有疏忽 都不讲好啊 那我怎么 我身为一个法官 我也不见得知道 你们怎么认定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 最后面会变这样的结果 哦 这样我了解了解 哦再思考看看 哦 谢谢你 谢谢你 拜拜 来我们邀请下一位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律师你好 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有关于酒驾问题 哦酒驾 就是酒驾 目前它的 就是标准大概定到0.25 对不对 然后之前是0.5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改来改去 那我们都 立法啊这是法律规定啊 但是我们一般都在工作 根本没有看 连收音机都没有啊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们改改去 不重要不要喝酒开车就好了 你管他多少 像我从来不知道多少啊 是啊是啊 那我也不管他 我的意思是 讲句实在话啦 就是说 嗯 基本上来讲 法令规定当然会改 可是 其实有些 就像我 我今天讲 你说 杀人 处死刑 还是处无企图刑 其实跟我来讲 一点关系也没有 因为我不会去做杀人的事情 对太严重了 对那酒驾这件事情 其实任何人目前以我们都是 不要讲高级知识分子啊 就我们是正常人 大概都知道喝酒开车不好 喝一口都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 你说这种改来改去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能跟你讲 多关心一点新闻 然后不要喝酒开车 那我们没有时间看电视 那我们有想要做自力救济可以吗 你要自力救济什么 号召群众上去跟他抗争啊 抗争什么 等一下你要抗争什么 抗争就是说你们定把乱七八糟 为什么 哪里乱七八糟 冷气房思考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在冷气房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0.25是冷气房思考 叫你喝酒不要开车不行吗 酒驾原本 就是一个交通规则的问题 为什么你把它牵涉到公共危险罪呢 公危 为什么这样子 这个可能要从刑法开始交起 这个 这个不好说 反正 这位先生 我告诉你的是 你要这个诉求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未来可能 呃 你还是去跟立法委员反应会比较快 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旅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モ终将 早顺 这动物 更新衣 按摞 要 船